从越阳县出发一个小时 我们就来到了张古英村 张古英 这座位于湖南越阳以东的古村落 以其史千祖张古英命名 已存在500多年 村里至今保留着 1732间明清时期留下的古建筑 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 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 江南古民居建筑群 2003年 越阳县人民政府成立了 越阳县张古英管理处 专职负责张古英村的保护和开发 通过政府村集体的共同努力 张古英村已成为湘北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2021年年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 门票收入1000万元以上 旅游收入超过1亿元 以旅游经济带动了乡村发展 我们现在是在湖南省越阳市越阳县张古英镇 张古英村 这个村庄是由500多年前的一个明代的指挥使 一手建立的 一进入村庄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 这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打卡 今天我们就找到了张古英的第二十二代子孙 让他为我们讲一讲 走吧 你好 张大哥 你好 你好 欢迎 幸会 幸会 欢迎 欢迎 太美了 咱们村 我觉得 特别是我来到这儿 我就看到咱们这个古建筑群 完好地保留了这个明清时代的建筑风格 特别是那个木窗啊 还有那个青砖啊 都有这个时代的斑驳在里面 我们整个家族现在发展到了26代 整个家族26代了 但我们现在有2600多人 全部住在这个东一库屋檐下面 这还有我们整个建筑群是由这个当大门 还有上面的王家大 上星屋 这三大主要的建筑体就原成一片的 一共有206个天井 有5万多平方米 那在当时几百年前建造这么大一片的建筑群 应该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吧 也不容易 现在就它这种神奇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我带你去领域向我们整个张国营建筑的三角 三角 对 哪三角啊 一起慢慢地欣赏吧 走 去看看 当大门 当大门是我们整个建筑群的正堂屋组组 那这一步踏进去就是进入了我们整个张国营村了 对 跨进当大门就进入了张国营村的古建筑群 整个村落就是一个大围场 屋与屋无缝对接 几乎互互相通 每一座房子里又保留了祖宗堂屋 后庭 耳房 过厅 等一些比较古老的设计 我们基本上在每一个堂屋 左边是一家 右边是一家 这一家大概有多大 一般每一个家里的房间都有20多个平方米 整个八户 大门一关呢 我们就四个家族了 住在一起 整个这个建筑 有这种清晰的家里的目录关系 融合在里面 我觉得是建筑本身体现了咱们村 整个每一家每一户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这种氛围 对对对对 他还有这个相当 你看 邻里之间有什么事情 不要一两分钟就过来了 这个相互之间都能照应得到啊 对对对 这又是一镜啊 相互帮忙 你看 这又是一镜了 第二个镜 这个水槽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这个水槽就是我们这个建筑的三绝 十密年景的白水系统 天景 水槽是咱的三绝之一 三绝之一 这个绝在哪呢 这个绝就是它的白水系统 这么五百多年了这个建筑 这个白水系统从来没有走出来过 这边有一个 你看 有个小眼 看没有 你不要看这个白水的这个眼很小 但是它的功能很大 都排到哪去了 通过里面的暗道 就在前面一个烟火塘 烟火塘里面就经过了一天的过滤或者沉淀 再到小湖里面去 这个烟火塘里面还有一个当时的一个过滤系统 基本上它沉淀就没有过滤系统了 过滤之后这个水大概是什么样子 小湖里面基本上不会造成第二次烟火 这么看来其实已经非常先进了 所以很多的公安家和的学者 就跑到我们这边来研究这个白水系统是怎么回事 并且他们还做了一个小实验 学家就拿这个颜料 从这里这个消息到这里倒下去 再去找聊到哪里去了 每个天井都没有发现 这个真是欠人的智慧 很神奇的 再往前看看 现在我们其实就在整个房子的内部结构里面 内部 而且我发现一进来之后 这里面的巷道上面是封死的 对 你看这个建筑从这个镇头就通过这个巷道 又到了另一户人家 所以是通过巷道连接合纵 分每一家每一户都紧密的又连接在一起了 而且它替代的也是房子之间的一个隔断 一个隔断 它又是我们从相互之间的交通要的 又产生了空间又产生了隔断 还有一个可以其他的防火的作用 防火墙 不能漫到这边 还有我们这个巷道也有一个降温的作用 这个巷道上面它就是给你密闭的吧 这个阳刚一般不能直视 折射到这个里面呢 所以夏天到我们这边 特别凉上 情不暴雨雨不思邪 整个建筑五万多温花米 你一个人穿梭的话 天晴你可以不晒到太阳 下雨的话你可以不淋死角 可以把我们整个身座成章走完 很神奇的 咱这个一绝体现的是天井 自然取水的效果 天井排水 排水 排水 然后这二绝呢 是把水阻断了 让我们整个这里面是起了一个干爽 完了冬暖夏凉 冬暖夏凉 不失邪这样的效果 哇 太巧妙了 张古英村的第三绝在于选址 作为汉民族聚族而居的代表 古村始祖 张古英公 二十六代子孙 共数千人 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整个村庄集中国传统文化 建筑艺术 审美情趣之精华 与一体 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 都有着重大价值 2001年被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被评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张古英村房屋设计之巧妙 村落规模之大 古朴特色保存完好 一路走来 一直在与不同的游客们疆域 游客的到来 让整个村子人气高涨 古村落也热闹起来 巷子里都是导游专业介绍的话语 这个八区呢八匹马 形态可以徐徐无声 你看左右两边 两边都是野马 没有江绳 也没有马鞍的束缚 所以比较飘肥 只有中间 两匹的前面那一匹 那就是一匹战马 有江绳 有马鞍 这就是一个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就像是一个太平盛世的 不用打仗 远离战火 所以老祖宗希望 现在张古英村的古建筑 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逐步发展成为鲜明的古建筑群 和民俗文化为特色的乡村景观村落 旅游经济的兴起 也给村民们提供了就业岗位 像王菲这样的旅游就业人员 超800人 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找到了自信 村里人也有了新的 生才之道 这个牌楼多少年了 这个93年建的 就刚开始有景区的时候 对 之前这边都是田 后来我们景区旅游开发之后 再就建了这个楼房了 在这个门楼就是之前立的 上面张古英 就是我们老祖宗的名字 这个对联也是张家的子孙所写 年轻的小房子都建在外围 但现在旅游带动了之后 你看我们家开超市的 开茶楼的 开餐饮的 都在这条街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房子 其实很有风格 特别是底商 然后上面是住房 对 这个格局其实就注定了 他们每个人每家都会有一个小店铺在这 对 每家都会经营 每家都做生意 所以每家都挣钱 你看这边还有特产 土特产 民宿 宾馆 全是液态够丰富的 都利用起来了 你看我们每家的 那前面就是它叫菜园子 它的青菜吃不完的晒干 做成干菜卖 它现在他们一家 就是说自家在门口做生意 它一年都能挣个三四万的 太好了 我觉得只要我们美丽乡村的这个平台打建好了 这个购物的渠道打建好了 我们每家每户 只要加油干就能挣到钱 对 现在张古英村民70%的收入 村委会80%以上的收入 来源于旅游业 乡村旅游带动了张古英村的发展 也吸引着外出在沿海发达城市务工的 青壮年回乡工作 许多在外务工 经商的村民 也回到了家乡寻找商机 您好 您好 老板 您好 您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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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这儿的老板娘吗 是啊 这个叫张乙谋 没错 酒茶铺 不是 茶酒铺 茶酒铺 我这名字起得真好 张乙谋 没错 好听好听 那咱们这个民宿开了多久了 不久 17年的国庆节开了 今年是有四个年头了 有四年了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契机 让咱们家里人会在这开一个民宿呢 一个偶然机会吧 也就是村里打了三四个电话 又催我们回来 把这个老宅子修缮一下子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我们之前都是在外面 这个房子原来就是您家 对 这是我们的老宅子 我们是张乌英的二十三代 这个设计都很精致 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开始最初回来的时候 就是想打造一个这样子 古色古香 又跟我们张乌英这个龙根文化挂钩 想做一个这样子的民宿 你看我们家这是刀豆 今年丰收的 刀豆 对 还有这个南瓜 你看一下 随处可见 丰收的场景 是啊 而且我发现还有茶 还有酒 外面还有 我刚刚有咖啡 对 没错 就是能够提供给客人 有时候在这里小坐一下 休息一下子 有一个修身的场所 那之前咱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是以前在中石化做幼教管理工作 做幼教管理 您是做老师的 是啊 这样回来的话 你不可惜吗 不觉得 确实应该说是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 可能外面发展 比在家里 是要强一些 但是回来 我们也收获了 我们自己想要的 我就觉得这个家乡 这个空气水 是我想要的 真的确实是好 然后这里的民风很好 所谓的这个居民都在这里 都是和睦相处 所以我非常喜欢 通过聊天 我了解到 这家民宿的老板 看到家乡发展得这样好 琢磨着回乡创业 成为了张古英村第一批 开创特色民宿的人 随后还带动了其他人 开展了秀楼民宿 古英餐饮 等特色民宿餐饮店 一家民宿和餐饮店 一年创收十三四万元 预定几乎爆满 未来的话可能 想带领我们村里的人 想做得越来越好 走的路越来越远 大家都有这个理想 把我们这个 校友家风的这个家风 传承下去 能够做得更广大 这是我们就一直想做的 随着游客增多 村民们都有了经营的干劲 大家各展身手 借着这个发展契机 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村民人均收入 从保护开发前的3200元 增至4.8万元 在这个古建筑群的烟火器里 张家子孙还创造了一个 湖南省地理标识性产品 张古英油豆腐 你们听到了吗 好像是磨豆子的声音 对 一来到这个张古英村 他们就跟我说 这儿的油豆腐特别出名 特别好吃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到这个 油豆腐作坊 来看一看油豆腐究竟是怎么做的 走 第二天天还没亮 张锦已经在油豆腐作坊 忙碌了起来 这个在牛豆腐是吧 今天是周六 游客会特别多 他第一波制作 就泡了25斤的黄豆 预计会做出来20斤牛豆腐 10点之前全部做完 就赶上游客直接带走 这油豆腐还未出锅 已经被游客们预定完了 油豆腐好 咱死品好 你之前就听说咱的这个 咱这个地方 那个油豆腐好是吧 那咱的 咱今天就在这儿 就买这个油豆腐了是吧 买一点肥肠 张古英村的油豆腐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因其无豆腐味且有弹性 酒煮不老且不碎 而备受游客欢迎 张景也尝到了 旅游经济发展的红利 那咱这个油豆腐这个桌房 为什么要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建呢 为什么不做一个工厂啊 然后做一个小工房啊 几个原因嘛 好 第一个因为这本来是个理由的限度 我们这里啊 就是现场自助的一个人 再然后第一个第二个呢 就是张古英老房子保存这么久 最主要就是住老人 有人气 有财富气 而且我也发觉 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老房子里 里面做着咱们这个传统的美食 其实更能体现在这个味道 而且游客来了 是不是也能体验一下 可以啊 有的来了 看见我炸豆腐 那我试一下 比如说它有油锅里面放豆腐的时候 有个有时候放啊 帮忙炸啊这样子 那这么多年传承下来 咱们这个油豆腐的制作工艺 有什么变化吗 比较先进那些了 噢 改进了很多 那增产也增产不少吧 对 那这样对单收入有什么影响吗 小鱼快乐了 肯定收益低高了 一个月四五千块钱吧 四五千块钱就光卖这个小豆腐啊 对 您最多的一天卖了多少 这个房间做的 五千块钱的时候 一千多块钱 一天就卖了一千多啊 一千多块钱 村民们还集中智慧 以油豆腐为核心 打造了独属于张古英的豆腐业 这也已经成为了游客们必打卡的网红美食 太丰盛了 这一桌上都是豆腐哈 这个我们有个名字叫百叶 但是它是用那个豆腐做的很薄的切成丝 看没有 叫丝丝情深 这道菜 名字挺好听 好名字 我面前这一道呢 是很出名的油豆腐 现在我们也是就是说地理文化标志的 你看中间这道有鱼 是鲫鱼炖豆腐吗 它是豆浆 用豆浆熬的鱼啊 对 所以它那个味道很鲜 这一道就是白豆腐 它里面是包了那个肉 平常都是什么样的场合 能吃到这个这么鲜美的 就是有外来朋友来了 我们招待他们就是这个当地特色的 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 你看一个豆腐在我们张古英村 能够万发出这么多光彩来 张古英村形成旅游品牌后 村民们积极开发旅游经济 现在村里共开发旅游品156种 建有土特产摊位300多个 农家乐及民宿140多户 张古英村还有农业产业专业合作社五家 农业特色产业基地三个 村民们把田地里种的菜都做成了干货 既延长了农产品的销售期 也成了游客们可以带走的张古英味道 刘大哥其实一路走过来 我发现咱们这个商业的业态还是挺丰富的 对我们 因为随着这个旅游开发 我们也是做了 县委新政府也十分重视 然后就做了一个旅游产业的一个规划 按照这个规划 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这个家家有产业 户户有增售的这么一个目标 我觉得不单单是服务 更多的还有我们的产品 对对对对 这都是我们当地产的 这是笋尖 笋尖 就是豆渣 随着这个旅游开发之后 这个游客来了之后 总想带一点这个土特产纪念品回家 那我们随着这个旅游开发 我们就引导这个村民建立了农村合作社 建立了农产品生产基地 这些都是我们当地产的 其实我们这个村里变化非常的大 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 就是这个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以前这里比较避世 这个交通不便 村里的年轻人都去沿海地区打工去了 留在这里的都是老人家和孩子 随着这个旅游开发的发展 这个年轻人慢慢都开始返乡了 现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 从事这个旅游产业的人数有1200多人 都是当地的村民 村民收入有极大的增长 从以前的人均3200块钱 涨到了现在的4.8万元人均 村集体每年投入到这个社会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 多的都有四五百万元 随着这个旅游收入的不断增长 这个人们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更多的是自己的路有没有修好 自己家的水干不干净 现在都已经上升到了这个环境保护 生态这个格局上来了 已经开始关注到民生生态 对 那么说的话在这工作 你们的成就感也很强 对我们在这里工作也感觉到很幸福 这个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这个老百姓的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跟我们交流的时候 我们也感觉到他们很开心 也带给我们一种幸福感 未来呢我们还是 第一个还是要坚持这个文物保护 在这个保护的基础上呢 继续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呀 包括这个文旅产品的研发呀 等等一些方面 促使我们这个旅游增长 越来越好 如今我们回望张古英村 不仅仅因为它创造了一个 民间建筑文化艺术上的奇迹 更是因为其承载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每个家庭和家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小父母 有兄弟 正上课呢 张古英 行本分 老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老先生刚才听着说 您是咱张古英的第二十二代子孙 我是二十二代子孙 我叫张生丽 那您从小是不是就接触咱们这个家训家风 从小接触 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呀 咱这个家训家风 影响最大的就是对我们家庭要活不 这是我们张家的家规 张家的家规 您看我们这张生的一本书 家训家规 您看它这个家规 这有一个重连结 围观在连结嘛 供父义师教顺纳税服 并语响应国家的号召 随到国家小到自家 是吧 孝父母有兄弟 从小家到大家 对都完全紧紧有条 家是最小国 对 国是千万家 都体现在咱们这个家训 张国英家风的文明 确实有我们自家的文明 这是一体的 您做的事情本身 就是一个家风的传递 我觉得 孝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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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兄弟 家庭是国家的细胞 家旗而后国制 因此家庭的教育 家训族界的发扬至关重要 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张国英村 是中华民族传统大家庭的一个缩影 它的家训族界和家庭管理经验 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给乡村的家风建设提供了借鉴 村民们还创造性继承 创新性发展 现在的张氏族谱中 写有二十五条家训 五条足界 无规矩 不成方圆 这些训界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的张家人 言于利己 坚持奋斗 创造美好生活 建筑一绝 文化一绝 张古英村新的旅游生态产业更是一绝 张古英村的村民用智慧 让古建筑活了起来 让村庄变美 让日子变富 让生活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这里是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 张古英镇 张古英村 我是王阳 下期我们又将遇见哪些美丽乡村呢 敬请期待